嘿大家好我是悟空 今天视频我们来讲讲Open Clash 距离上一次我们讲Open Clash 已经过去整整三年的时间了 毕竟已经迭代了三年 所以说跟过去的版本还是有些差异的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着重讲一讲 2023款的Open Clash 新手有哪些注意事项 以及我是怎样去设置Open Clash的 还有我平时用的一些使用技巧 所以今天的视频可能会有一点冗长 不过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看完 好了前面不废话了 马上开始今天的视频 好那我先演示一下最理想的情况下 应该怎么去使用这个Open Clash 大家可以看到左侧服务下面 有一个Open Clash 这就是它的一个入口 目前是未运行的一个状态 我们点击这个配置订阅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点击添加 订阅地址呢 就是你机场的这个Clash的订阅地址 假如说这个是你的机场 一般机场都会给你提供几个地址 比如说SSR的订阅 SS订阅或者是Clash订阅 所以这边呢我们一定要复制正确 这边呢我们就复制这个Clash订阅地址 复制好之后 我们回到这个页面 然后点击粘贴 这个名称呢随便起 比如说叫Test 其他都不用选 点击保存Page 那这样的话 它就添加上了 添加上之后呢 我们点击这个更新Page 好 现在就开始更新了 好 那如果说它检测到没有内核 它会自动去下载 好 那这边呢经过一定的时间呢 这边就会显示运行中 然后如果说第一次启动 没有出现这个运行中 那你也可以点击这个启动 OpenClash 一般就可以运行了 那这个是演示了一个 非常理想的情况下 那很多小伙伴呢 实际上按照我刚才的操作呢 并不能成功的运行 这边还是红色的 未运行的一个状态 所以下面呢我们就说说 这个使用OpenClash的一些注意事项 好 那注意事项的第一点呢 就是我们要检查一下 这个OpenClash 它的内核是否存在 那大家都知道 其实OpenClash 也是在调用Clash的内核 那么这个内核呢 一般分为三种 那DV的内核呢 排在首位 至少得有一个内核 才能够运行 刚才我们用的就是DV的内核 首先检查它是否存在 第二种内核呢 是这个Turnal的那个内核 看看它是否存在 那如果不存在的话 你是肯定是打不开 这个Turnal的通道的 第三点呢 就是最近的那个Meta内核 那如果说这三个内核 你都存在的话 那肯定是可以 任意的切换各种模式的 但是有很多人 在下载内核的时候 都下载失败 那如果说遇到下载失败 我建议大家先 开启一个其他的梯子 比如说你可以先 把这个Password打开 然后让这个路由器 处于一种翻墙的状态 然后你再去下载那个内核 就保证可以下载下了 它那个内核文件呢 一般都存在这个GitHub上的 某一个服务器上面 所以说在我们大陆去访问 这个GitHub网站的时候 有可能会被强调 那不是说所有地区都访问不了GitHub 有一些地区是可以访问的 但是有些地区访问这个GitHub 就是访问的非常慢 或者是根本就访问不了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建议大家先用Password先翻墙 我们来操作一下 好 我们在这边呢 看到最上面有一个插件设置 我们点击这个插件设置 点击之后呢 我们点击这个下面有一个版本更新 点击版本更新 好之后呢 它就会罗列出当前的所有的内核的情况 好 大家可以看到刷新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只有一个DV的内核 就是这边呢 已经显示出绿色的一个版本号 那如果说你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可能连这个DV的内核都没有 那也就是说这个DV的内核 以及这个Ternal的内核和Meta的内核 都需要我们去下载 直接点击这个检查并更新 有两种情况 如果你点击之后呢 这边下载并成功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绿色的版本号 如果说你点击之后呢 它没有反应 这边还是显示不存在 那就证明就是我刚才说的 下载是失败的 目前没有这个翻墙的环境 我们来试一下 好 它说正在下载 它说的意思是 如果我们下载失败 可以手动上传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手动上传 因为手动上传 还要需要修改权限 对于新手来讲呢 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还是建议大家自动下载的方式 好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点击之后呢 在这边呢 还是显示文件不存在 那是不是真的下载失败了呢 我们可以检测一下 我们点击这个 最上面有一个运行日志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这边显示 它确实进行下载了 但是它的结果呢 结果是下载失败了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具体访问的这个域名呢 就是Github上的某一个网址 这个就是Github的一个网址 它就是访问不到 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这也是新手常常遇到的问题 我们先打开其他的翻墙软件 那比如说这个VPN下面 还有一个password和SSRP 我们就以password为例 我们先把这个password给它打开 同样的还是找到你机场 复制你的SSR或者是SS都可以 然后我们在这边呢 首先把它打开 点击节点订阅 粘贴 这边随便写一个名字 然后这边呢 我们一般都是允许这个不安全链接 好 这样就可以了 点击保存应用 之后呢 我们再次点击节点订阅 然后点击这个手动订阅 好 这样的话 它就会把你的这个SSR的节点都下载完了 之后呢 回到基本设置 然后打开主开关 然后随便选一个节点 好 点击保存并应用 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显示是运行中 我们来检测一下 好 可以看到这个谷歌是可以连接的 网络也是没有问题的 Github也试一下 好 Github也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再次重新的去下载这个内核 我们再试一下 同样呢 还是点击这个插件设置 同样的 还是点击版本更新 然后此时呢 我们再点一下这个检查并更新 好 它又会发起一个下载 正在下载 好 这次它就没有提示错误 看到没 直接就是绿色的 而且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已经显示了版本号 20230360 那说明刚才这个turnal内核呢 我们已经下载成功了 同样的 现在在这种环境下 我们也可以下载这个meta内核 点击检查并更新 同样的它是开始下载这个meta内核 那这就是我说的 不建议大家去手动上传 如果你手动上传的话 你需要配置到这个路径下 当你真正的把它复制到这个路径下 你会发现还是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执行权限 如果你不懂Linux的一些权限管理的话 你只是傻乎乎的把它复制到这个地方 那肯定是不行的 对吧 没有权限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我还是建议新手呢 还是用自动下载的方式 这种方式其实并不费劲 只要你找到这个问题的原因就可以了 包括这些模式 你都可以随便选了 因为你的内核都有 包括这个meta内核 你也可以选了 好 那经过前面一些设置呢 大家可以看到openclash 已经成功的运行了 那记住这个科学上网插件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只能开一个 你不能两个都开启 比如说我们刚才用的这个password 也在运行中 记得把它关闭 把它关闭 因为如果两个都翻的话 那就是速度会更慢 好 那接下来呢 是第二个注意事项 就是关于订阅方式 那订阅方式呢 分为两种 一种呢 是在线更新的这种方式 就是带了一个托管地址 我们直接把托管地址复制进去 就可以了 第二种方式呢 是直接用这个离线的配置文件 然后导入进去 那这里面的这个订阅方式呢 我建议大家使用第一种 在线订阅呢 其实也有分为两种更新的方式 第一种呢是循环更新 第二种是预约更新 循环更新的意思就是你可以间隔多少分钟去更新一下你这个配置文件 比如说间隔60分钟 80分钟 或者是120分钟 我觉得这个频次非常的高 一般人用不上 除非你的机场真的是 是经常会修改配置文件 否则的话这种方式一般啊用不上啊 第二种更新方式叫预约更新 我推荐大家使用这种方式 因为这种方式呢 就是比较好理解 它就是你可以每天更新 甚至每天的几点更新 每周一更新 每周二更新 大家一看就能看明白 我建议大家使用这种方式 我一般都是每天更新 比如说每天夜里边更新 一般夜里边有的时候机场会维护啊什么的 所以你更新一次呢 第二天就是新的文件 第二种方式呢 通常都是有原因的 那有可能你的这个机场呢 可能是一个小机场 刚刚起步还不规范 它没有给你提供这个可待式的托管地址 或者说只给你提供了一个 就是这种亚冒的静态的配置文件 你可以下载下载 然后再导入 我是不建议使用这种静态文件的方式去导入的 原因就是它不方便更新 如果说将来你的机场这个配置文件修改 那你还再重新下载一遍 再重新导入一遍 这是有点麻烦的 而且也没有那么及时 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 你可以把你的机场的ss的定位地址 给它转换成clash的定位地址 还有一种呢 就是你直接在openclash勾选这个在线转换 当然了这里面的这个在线转换呢 也并不是说所有的机场都支持 它有的机场它在后台明确规定了 说你不能够在线转换 就是说即便你转换了 有可能是失效的 没有任何作用 那这种情况呢 我建议就不要勉强了 好 在我们说这个自定义规则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什么是规则 实际上规则呢 分为三个部分组成 一个呢是类型 一个是内容 最后一个是代理方式 类型加内容加代理方式 组成一行 这个就是它的具体的规则 类型呢 一般有着十种类型 但是我们常用呢无非就是域名和域名关键字 而且这个域名关键字呢 我们用的可能是比较多的 那内容呢就是这个类型对应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就以这个域名关键字为例吧 就是这个google.com 它的关键字肯定就是谷歌 对吧 那如果让你写这个域名呢 就是google.com 当然了 我说过它有十种类型 但是我们常用的可能就这两种 剩下的都是不太好理解的 我就不讲了 最后一个参数呢 就是它的一个代理方式 比如说这个呢是代理的意思 这个呢是直连的意思 这个呢是这个拒绝访问 也就是禁止访问的意思 最后一个呢就是代理组 这个代理组呢有可能是机场规定的 有可能这个模板 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些分组啊 比如说这个分组可能就是日本节点 或者香港节点啊 所以说每个机场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这些呢都是不固定的 比较通用的一个写法 就是直连和这个拒绝访问这两种 那具体来说呢 下面给了一个范例 大家可以看到 那自定义文件呢就这么写 前面呢是一个减号 再加一个空格 然后类型到号 内容到号代理方式 就是这样一个写法 那么这个自定义规则呢 有点像是这个password里面的 强制域名代理 它既可以规定某个域名 是走代理的 也可以规定这个域名呢 是直连的 或者是拒绝访问的 或者是具体执行某一个代理组的 所以说这种方式是相对来说比较灵活的 这也是clash比较强大的一个地方 那比如说我们访问群辉.com的时候 让它直接访问国际版 而不是国内版 再比如说我们可以禁止某一个网站访问 比如说禁止刷这个B站 当然这只是举例 其实正常的一个使用场景是 你需要屏蔽某一个网站的时候 那么你可以使用这个reject 再有就是通常情况下可能pt的一些网站 尤其是官网 需要我们直连 而不是需要我们代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它设置成这个direct 好那我们就根据这个来设置一下 好我们在这个插件的最上面有一个复写设置 我们点击这个复写设置 好那点击之后呢 这边下面还有一个规则设置 点击规则设置 然后最下面有一个自定义规则 是一个红色的 我们把它勾选一下 好勾选之后呢 下面就出现一个文本框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下面的文本框里面 输入我们制定好的这个规则就行了 好我们拉到最底部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我已经提前写好了 这个警号呢是代表注释的意思啊 千万不要打这个警号 警号就代表无效 可能有一些伙伴问了说这里面都是警号没错 那这就是一个模板嘛 所以说这些都是无效的 只有高量的部分才是有效的 它的语法呢 我们再回顾一下前面呢是减号 然后空格 然后这边呢是域名关键字 然后具体的域名关键字 比如这个是bilibili 然后它的一个行为呢是reject 就是拒绝访问 然后第二行呢 这个比如说我们群辉.com 访问群辉.com的时候 然后让它手动切换 那这个手动切换啥意思呢 因为每一个配置文件 它都有一个策略组 那策略组是什么 你就复制什么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打开这个控制面板 看到左侧呢就是这个策略组 我刚才复制的就是这个 我们要完整的复制 包括前面的emoji符号也要复制 然后再回到这个页面 然后在这边粘贴 是这样的 当然了你还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个策略组 比如说电报消息 油管视频这些 再来说一下第三行 第三行就是我们屏蔽的某一个pt站 那比如说馒头站 我们在访问这个馒头站的时候 我们就让它直连 好 那我们下面设置好之后 点击这个最下方的这个应用配置 好 那目前呢已经是运行中了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 比如说我们访问bilibili 好大家可以看到 每次我们访问bilibili的时候 它都自动的意外中止了 就是我们禁止访问这个bilibili 好 再测试一下这个群晖的这个国际版 我们输入群晖.com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它自动就切换到了国际版的群晖 好 我们最后再测试一下这个pt站 好 我们打开这个控制面板看一下 好目前大家可以看到它的ip地址呢 就是中国大陆啊 中国北京啊 就是我们直连的一个效果 那如果说使用代理的话 这边应该显示代理地区所在的ip地址 而这边呢显示的是中国北京 所以呢我们刚才设置的是生效的 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如果说你不在家的情况下 你怎么去给家里面的软路由切换 可怀式节点 那这个问题也是很多小伙伴问到的一个问题 其实说白了 就是内网穿透 很多小伙伴可能到这个页面是会的 但是打开这个控制面板却打不开 我这里面呢 就用这个DDS2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 这边呢我已经启用了 我们点击这个控制面板 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台呢 就是我内网穿透的一个设备 目前它是已经穿透了 我们这个软路由的这个首页 我们点击这个网址 登录的过程被我省略了哈 现在已经进来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网址呢 就是我们外网直接可以访问的 就是任何人访问这个地址 都可以访问到这个界面 那有人说了这个是不是不安全 视频录完了之后 我会把这个域名给删掉 我们点击左侧这个服务 然后点击open clash 那么后面的这个问题就是 你要点这个控制面板 好 当我们点这个控制面板 你会发现啥也没有空的 对吧 这是因为你没有做好这个外部控制 所以说你是访问不到的 那这个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点击左侧的这个插件设置 可能你的老板的叫全局设置 都是一样的 然后进去之后呢 我们找到这个外部控制 在这个外部控制这里面 有一个管理页面的公网域名 以及管理页面的映射端口 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绑定 你的内网穿透的一个域名 那我这里面还是以这个DDS2为例哈 那我们点击这个DDS2的一个后台 我们在这边添加一个域名 点击添加域名映射 这边我们随便写一个吧 这边呢 我们写clash的内网地址和端口号 我这一台呢是.6.1 其他的就不用写了 点击添加 然后在这边呢 我们回到这个页面 然后我们填在这个地方 注意啊 这个地方不要写多余的信息 你只是填写你的域名就可以了 不要填写http这些信息 只是需要把域名填写好 管理页面的端口映射呢 我们填5000 至于说管理页面的这个 登录密钥呢 你可以改也可以不改 这个都无所谓 然后我们点击应用page 那么稍等片刻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我用的域名呢 就是外网的这个域名 是内网穿透的一个状态 不是在内网测试的哈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控制面板的IP呢 已经修改成我们 内网穿透的映射地址 并且呢 它的控制面板的登录端口呢 已经修改了 好 我们点击控制面板 OK 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熟悉的这个 控制面板的页面 就已经出现了 当然了 左侧的这个 YACD的这种 控制面板也是可以的 这里我只是以这个 DDI速度演示为例哈 因为它比较简单嘛 所以演示起来要比较方便 那你具体用的是哪一家的技术 那你就把那个域名给绑定好就可以了 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讲了 关于这个新手使用的一些注意事项 还有我平时使用的一些使用技巧 大家可以看到 我并没有把这个插件里面的所有设置都讲一遍 因为这个插件说实在相当复杂了 别说你了 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全面的去掌握 实际上这些功能呢 也是慢慢迭代出来的 并不是说每一项功能都是针对你的 可能是针对某一个特定场景的 只要能保证它正常运行就可以了 还有这个规则附加这个部分 其实我没有特别的去讲这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它实现起来太麻烦了 并不是说它真正复杂 而是说它这个操作的交互逻辑比较复杂 我们点击这个控制面板 大家可以看到 人家默认的这个策略组已经相当的齐全了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 其实它的配置文件你不需要修改 一个三四万行的一个配置文件 都不能满足你的话 那你还可以根据我们刚才说的那一点 就是在这个复写设置里面 我们点击规则设置 我们自己自定义规则就行了 只有这个自定义规则是相对来说 比较轻量化的 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它比较简单 填写域名就可以了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在这个规则附加 或者是一线生成这个地方去操作 因为它比较复杂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边 希望这个视频呢 对你使用OpenClash有一定的帮助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